在最新一期经典有流传中,有央视Soys,之称的看辉,撒杯宁,朱广泉,和宁格摆皮熟色合体,为观众现场岳阳楼记,四位有言有才主持人合唱的岳阳楼记非常好听, 有气势磅礴,当气回肠之感,而负责高一部分的撒杯宁,更是收获了不少好评,撒杯宁不仅主持业务能力强,唱歌好听,而且十分受欢迎,交往的人都是女神级别的,最近有网友爆料称,撒杯宁曾与中传校花陈丽兰交往, 曾与兰毕业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,虽然与撒杯宁年龄相差12岁,但两人同样是播音主持背景,共同化其自然少不了, 至称他们交往时,曾与兰还在读大学,而撒杯宁,当时已经是家喻不晓的资深主持人了, 有效花之称的陈丽兰,颜值自然不低,五花明媚艳丽,长相日微成熟,身材骂妙,平时喜欢随意修旋的打发,整个人有着不一样的,萌异潇洒感,拥有神仙颜值的她,甚至被网友认为,像几位以气质著称的女明星, 从陈丽兰的社交平台不难看出,她兴趣爱好广泛,闲适会看书,画画,颇有文艺女青年的气息, 不过,陈丽兰偶尔也会玩种机车,还晒过自己摔伤的照片,看得出是位有个性的女孩,陈丽兰还喜欢旅游,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,俄罗斯,芬兰,布丹,摩洛哥等地, 都留下过她的足迹,她还去看过极光,而且她喜欢摄影,除了补出美丽的风景,她本人也很善于在镜头前表现, 她的照片,常常给人一种鬼马精灵的感觉,凑巧的是,陈丽兰与金马影后,马思纯,是大学的同伴同学, 从旧照中能够看出,二人的关系很好,会一起挨奸拍照一起封玩,是不是还在社交平台上鼓动? 十年同学聚会时,马思纯没到场,陈丽兰会跟她现场视频通话,马思纯在她社交平台下评论,陈丽兰宠宁地称她为马孤邦, 现在陈丽兰从事制片人工作,单约过电视剧极客江湖的执行制片, 除了中传笑话陈丽兰,萨卑宁前女友中最出名的就是张子怡, 这位不需要介绍,是公认的女神,喜欢欣赏美人几乎是人的共性, 但能够跟女神交往,离不开萨卑宁的才华和风趣幽默, 不过在这个聪明是最高级性感的时代, 个人魅力极强的萨卑宁,能吸引到女神也不足为奇。 。